各位全国投资马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显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4月12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昨天在美国债券殖利率出现倒挂之后 最近美股的一个跌势 可以说持续的一个涌现 道琼指数 Nestek指数 昨天四大指数又是全面的收低 道琼大跌了413点 Nestek也中错了299点下去 那台股指数呢 在昨天已经先大跌了236点 那因为昨天台股好像先跌了一天 所以今天开低先做一个这个反应 这个一度击差143点之后呢 接下来是上下来回震荡 最低跌了143点 盘中也一度拉高翻红涨52点 不过收盘仍然是收低 最后下跌57点 收在16990点的位置 失守了17000点大关 当然这两天很多投资朋友在问 指数跌破17000了 这个盘还有办法去赚到钱吗 也有投资朋友在问 现在本土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很多投股老师都在推荐所谓的快篩概念股 那现在快篩概念股可以买吗 好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再做详尽的说明 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先按照管理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隆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操作建议的内容 来看看今天这种盘式 指数跌破17000了 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利用快打当冲的方式 要帮会员朋友掌握赚钱机会呢 那今天来看到4月12号 第一通指令在9点10分发出来 每天第一步你会看到现隆老师 都会先帮会员朋友观察盘式的结构 再来决定该如何操作 适合做多还是适合做空呢 那看到美股礼拜一 全盘解末 小NEST的旗子早盘续跌了50多点 台股指数开低就马上急杀 大概百点左右 手盘是个空方量292亿 预估量2900亿上下 旗子的跌幅则跟现货差不多 所以我研判 今天指数开低之后 有可能会上冲下息来回震荡 主要还是看各股各自表现格局 盘中当然还是要持续关注 国际盘的走势变化 那这种上冲下息来回震荡的盘式 要比较谨慎一点 第一个不要避免说 哎呀指数在急杀的时候 你跑去做追空的动作 那我会比较建议会员朋友 如果这种盘式 开低已经先急杀百点 先不要空 如果有反弹上来 再来找哪些股票再转弱 找卖点 如果没有反弹 那今天就不操作 也没有关系 那结果今天 开低先急杀100多点之后 拉高反弹 一度翻红上去 这时候我们发现了 散装航运当中 2637的一个这个慧阳KY 开始有大户出货的现象 先来看一下慧阳KY 最近很多的利多 包括三月营收公布 创了历史新高 哇好像很不错 第一季公布税前 每股赚了3.6元 也创了同期的新高 但是也发现到 这个营收获利都是过去数字 最近这一个月啊 BDI散装航运的运价 已经再度又回跌了20几%了 这其实是比较要注意的地方 重点在技术面的部分呢 今天早盘开低震荡 当指数拉高反弹的时候 股价呢 你看低先破低 高位过高 反弹占不上均价 均价先下滑 如果你学过线老师的技术分析 看到这里 你会知道今天大盘反弹 但是慧阳KY却有大户 持续在出货的迹象 加上短线动能指标 这边也翻黑 出现了转弱讯号 所以今天的慧阳KY 可以买吗 县荣老师建立会员配合 采取短空当冲 先卖后买 趁着指数拉高反弹的时候 你看到县荣老师 那时候指数红的 建立会员配合9.55分 短空2637的慧阳KY 短线技术面转弱讯号出现 所以我们定价88.3以上 最高到88.7之间都可以 现股先做卖出的动作 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 并且请勿以市价 追高杀低 那这是9.55分发出的指令 你看到后来到了10点多 指数反弹翻红上来 股价最高来到多少 88.4 那我们建议大家88.3以上短空 是不是顺利的空到 空到之后呢 你看到股价 接下来就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那大概在12点左右的时间 我们建议会员配合 找盘88.3以上短空线卖的 慧阳KY 这时候市价在87.3以下 可以买回来了 小赚入贷为安 那后来12点多 股价最低 来到86.7 所以今天这个地方 补的更低的 赚的更多也恭喜你 不过我们至少就是 1块钱以上的价差 从88.3以上先做卖出 87.3以下买回 这样子100万 假设今天操作个12张左右 12张一张一千 刚好大概就一万二左右 顺利的放进口袋 稳稳的继续利用快打 当冲作战的方式 要帮会员朋友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分身税 当然讲到当冲 常常听到报纸啊 有一些投资人啊 都在说 哎呀当冲好像跟赌博 没一样一样嘛 其实我会这么说啦 关键在于 你有没有一套正确的方法 来做操作 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方法 你永远都是凭感觉 盲目的在追高 在杀低 那么其实不管你做的 叫做当冲 还是你做的是波段 其实都是在做赌博而已 所以关键是在什么 两个字 你没有一套正确的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SOP 来依循着做操作 那谢龙老师做股票的方法 而我们的SOP 谢龙老师都没有长思 在节目当中常常提醒大家 第一步 记得不要盲目追高杀低 先观察盘式结构 再来决定适合做多 还适合做空 要做多 记得我们找大户进货 转强的股票 如果要做空 我们找大户出货 转弱的股票 并且在确认转折时 再来果断出手 最后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当天进 就是一定当天出 严格控制风险 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持续在绑火源朋友 利用专业的SOP 掌握赚钱机会 你看到 我们在这个礼拜 今天是礼拜二 昨天 我们操作三幅化 也是发现了 股价拉高上去 利多频传 前一天股价还锁涨停 隔天再继续拉高 散户在抢进的时候 发现大户在拉高 翻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建议会员朋友 短空先卖后买 昨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平均我们208 209卖出 平均卖在 208.5的价位 等到杀下去 出量下杀 204.5以下 买回 至少就是四块以上的价差 因为他尾盘还急杀一波 如果等到尾盘再补 那可能赚得更多 那无论如何 四张四块以上价差 五张操作下来 昨天就是进占 两万以上啦 那今天 又是利用同样的模式 利多频传的慧阳KY 发现有大户持续出货 转弱讯号 短空先做卖出 对不对 结果今天卖在88.3以上 杀下来87.3以下买回 又是一块以上价差 一百万做个十二张左右 又有一万二左右 这里办连续两次出手 指数虽然跌破了一万七千点 但是也证明 即使大盘指数这个地方走低 只要方法正确 一样能够去掌握到赚钱的机会 关键就是什么 这是我所说的 成功之道 第一步就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找到正确的方法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再变重复 把重复变得更好 自然就有机会持续努力 掌握赚钱的机会了 当然甚至会员朋友想学 那县荣老师怎么去判断 适合做多还适合做空 尤其大部分的投资人 做当冲都习惯先买先做多 但是什么样的时机出现 适合先卖呢 县荣老师在这个礼拜 最新的会员专属实战教学 就是教大家 短空要先卖的时候 要观察三种时机 这三个时机出现 适合先卖 那先卖怎么去选股 分成反市场操作 跟顺势操作 怎么样去做操作 以及怎么去找到大户出货 股价转弱的讯号 也跟大家介绍 三种大户常见的出货手法 六个股价转弱的讯号 让你能够去找一步掌握到短空先卖的出手时机 这就是这个礼拜会员专属实战教学在教大家的 也在调强第二次 这个不是要赚会员朋友钱 我没有额外收钱 那我只是希望会员朋友能够加入我们 有朝一夕都能够这地方学会这些东西 学会二十年来过去二十年 县荣老师在市场上累积点点滴滴的心得 很多都是你在外面看书啊 上课啊 学不到的 那我希望能够传授给我的会员朋友 就是希望会员朋友有朝一日 都能够不靠县荣老师 自己成为独当一面的操盘高手 这就是县荣老师最大的心愿啊 那如果说正同县荣老师这样的操作方式 或是想要深入这个了解 如何成为操盘高手的 都欢迎大家在接下来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回来继续谈到这个盘式 那还记得大盘 那个3月8号 俄罗斯正式的攻打乌克兰 指数也因此的地方急杀跌到16764 当时我们提到每次利空重挫 爆剧量跌破前低了 这其实都有机会另外一次的一个反盘 这是当时大盘3月8号 爆出4400多亿的剧量 杀到1767616764 我们跟大家所说的 但是他代表这行情会将一路V型反转上去吗 我跟他讲也没有那么容易 尤其指数涨到17700点左右的时候 我跟他说 即使大盘还没有反弹 结束还没有立即下跌 但是第一个注意 18619 18575 18338 18026 你看到一条下降压力线 压在这里上档压力重重啊 而且很多股票 你看到其实高点都不再来了 重点还要再去提防 第一个外资 这地方当时看起来卖压暂缓 但是台币呢 有没有值扁回升啊 没有 台币又连续五天扁值 所以我说过 外资提款的危机 提醒大家 还没有解除哦 那再来也提醒过 要提防的是美国科技股 当时我是最早提醒大家 美国FED宣布升息之后 美债值利率反而出现了倒挂风险 代表什么 未来一年美国经济反而有下滑的疑虑 不是像鲍尔所说的 经济会持续成长 这是当时我们最早提醒大家 那也提醒过美国NASDAQ指数 MA100跌破MA200出现向下交叉 那技术面上来看 等他反弹修正完复乖离之后 就很有可能会再度的下杀 这都是当时三月底指数涨到17700点 提醒过大家的 那果然后来大盘指数最高涨到17770 开始反转今天跌破16000 再度的拉回 当然很多投股老师我知道都会告诉你 不用怕啦 指数就顶多是高档来回震荡 那只要跟着他们买强势股 就可以大赚特赚 我知道很多投股老师都这么说 指数高档震荡不用怕 跟着买强势股就会大赚特赚 那重点是现在这些投股老师 开始告诉你 那像最近大盘跌下来 你看到快筛概念股在本土疫情爆发之下 业绩大幅度成长 买快筛股你就不用怕大盘了啊 真的是这样吗 好 在你追高快筛概念股之前 先去想想 这些投股老师 现在在这里叫你追逐快筛概念股 但是几个月前叫你追逐什么 几个月前是不是一堆投股老师 在看好所谓第三代半导体 那时候环球金涨到九百多 对不对 中美金涨到这个两百四 然后文贸涨到三百九 一堆投股老师都在看好 说第三代半导体未来需求有多强 重点是股价那时候大涨上去 很多投股老师就告诉你 这就是强势股 跟着买就会大赚特赚 有大赚特赚吗 结果你发现几个月后 指数高档回跌就算了 你看环球金已经从九百零六跌到今天最低 六百零六三百块不见了 中美金从两百四十九跌到一百五十八 已经跌破前低了 中错了超过九十块了 文贸从三百九掉到今天继续的破低 跌到二二九了 几个月前一堆投股老师看好第三代半导体 告诉你指数高档不用怕 跟着买强势股就会大赚特赚 结果有大赚特赚吗 你看到结果是怎样 那更不用讲什么元宇宙 微宏达电啊 微胜啊 更是股价 这个地方又是高档反转下滑 所以到最后这些投股老师告诉你 指数高档不用怕 跟着买强势股就会大赚特赚的结果吗 是什么 唯一大赚特赚的可能是他赚走了你的会费 反而几个月后 一堆投资人 跟着去追高这些所谓强势股 反而是一档一档的全部都套牢啊 那重点是现在这些投股老师 又在看好所谓的快筛概念股 看到股价大涨力多一堆了 报居量收黑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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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些快筛概念股 我只能提醒大家 小心啊 短线我不敢讲 或许明天又会拉高 但是会不会过一个月过几个月之后 你回头一看 又是一堆人套牢在高档 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到最后可能又是怎样 你满天转金条一堆可能又到头套牢啊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再提醒大家 接下来的行情仍然注意 指数再度失手年线之后 后市的关键仍然在第一个筹码留下 观察台币能不能够指贬外资这地方转卖为买 第二个台币汇率 第三个美国科技股 可是目前来看的话 美国科技股修正完复乖离 正如我们所说的 再度反转下杀 所以这个台北股市 我认为仍然有可能 继续的往下来测 前波低点 甚至破了之后 再反弹都有可能 重点是未来及时指数再拉高上去 你会看到 现在最多人追逐的股票 等到散户一追进 逐利就出货 出完货 股价高点可能又不再来了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该怎么操作呢 仍然建立投资朋友 尤其对小资组来讲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 因为你会看到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讲求的是什么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 盘中满手有赚钱机会 我们尽力帮大家把握 像今天 像昨天 昨天操作三幅化 赚了四块价差 今天会扬KY也有一块价差 不用担心错试行情 努力来掌握赚钱机会 但重点盘后呢 都保持空手 就不用去害怕 美股一下大涨 一下子可能又大跌了 这样才能够顾好生活品质 早上赚得到钱 晚上睡得安安稳稳 算得饱饱的 对不对 这叫做生活品质 下午就去逛逛街 喝个下午茶 重点快进快出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 会非常的低 大盘这两天连续下杀 跌破了一万七 我们都还是可以 把账权机会啊 因为我们的操作灵活 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重点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因为盘后空手 避免了股票抱了满手 到最后可能满手套牢 受伤惨重 我们都不会 也不用担心放空 会不会被融券强制回补 被嘎到都不会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之下 天天找个赚钱机会 来快速累积财富 所以我们说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当然我们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想做当冲 没有时间看盘 更多的投资朋友做当冲 没有正确的方法 结果自己盲目追高杀低 省了小钱 反而赔了大钱 怎么办 所以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由我献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你会看到每天 我们按照专业SOP 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今天4月12号 一早研判指数 开机之后 上冲下息 来回震荡 先不急的追杀 追空 等到大盘反弹 我们再来找转弱的个股 来做出手 发现惠阳KY 有大户持续在出货 转弱讯号 就短空先卖后买 一早建立会员配 88.3以上先做卖出 对不对 那最高来到88.4 成功的卖到 开始一路的走低下沙 87.3以下买回 那后来最低来到86.7 对不对 至少就是一块以上的价差啦 做个12张左右 今天12000左右 又稳稳的放进口袋了 不止今天赚啊 对不对 惠阳KY上个月也做过两趟 一趟这个地方啊 一块七十二张好 两万多入带 好一趟一块二的价差 十二张好也有这个 一万五左右入带 那昨天三浮化 一口气还赚了四块的一个价差 一口气这地方啊 帮会员朋友啊 就加薪了两万以上 四块价差 五张就两万以上了 这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好 好 也再强调一次 县荣老师不可能保证大家天天都赚没有错 但是我也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那四大保证 跟着我们做当冲 第一个当天带你进 一定就是当天带你出 绝对不会做凹单的动作 第二个 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 像今天也就唯一一档 好 这个啊 2637的惠阳KY 好 所以我们不会爆一大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也不会这地方每天带你杀进杀出几十趟 好 每天最多两档 今天也就唯一一档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像今天所有会员 跟着我们做当冲 都是2637的惠阳KY 没有其他股票了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最高标准持续要求自己 如果投资保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的操作理念 盘装满手 盘后空手 赚了就走高枕无忧的快打当冲作战 更认同县荣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广告时间就来招我们 现在加入 还有机会学到县荣老师 最新分享给大家的会员专属实战教学 详细内容 指名加入我们的极品操盘团队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运达投资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实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台北股市目前大盘指数的部分 跌破了17000点之后呢 后市仍然要持续观察 筹码流向 台币汇率以及美国科技股 能不能够止跌反转 但即使指数再创新高 仍然提醒 现在最多投资人追逐的股票 当主力出完货 很多股票高点都不会再来了 所以重点这个时候 我们虽然要把握赚钱机会 风险意识绝对不能少的情况之下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尤其对小资组来讲 当然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内容是这样 每天早上会提供最多两档 当冲股给你做操作建议 清楚的告诉你 今天要先买还是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 简讯通知你 没到假 需要修正 无论如何 当天带你进 就是当天会带你出 像昨天三幅化 一早短空 四七五五三幅化 转弱讯号出现 二零八到二零九之间 先做卖出 目标停损都定下来 对不对 那后来最高来到二零九点五 平均卖在二零八点五 顺利的一个下杀 杀下来 我们也通知大家 可以在早盘 二零八点五短空先卖的三幅化 可以在市价二零四点五以下来做买回 那尾盘还一波急杀 最低杀到一九二 无论如何 至少就是四块价差 五张就是两万以上 开开心心的 放进口袋了 一个口令 一个通作 昨天就加薪了两万以上 今天惠杨KY 八八点三以上 建立大家短空闲买 最高来到八八点四之后 又开始这地方下杀 八七点三以下通知买回 最低来到八六点七 今天又是至少一块以上价差 十二张又有一万二以上 顺利的入带 你看到指数跌破一万七 一样能够稳扎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 这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这才是大家目前尤其对小资组来讲最好的选择 那如果大资金有波段需求规划 再强调一次 我们不会为了追逐涨停板 带你去追一些投机股 我们只会锁定真正趋势向上的产业 业绩成长的精选潜力股 并且等待好的出手时机 那像上次推荐大家 半导体设备工程大厂的凡宣 就是发现营收创了历史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那这个订单满手 法人也在积极卡位之后呢 推荐会员朋友买进波段持有 后来从150元以下分批买进 拉高上去最高涨到195 至少就是这个地方35块价差 20张就70万入袋啦 这是我们波段的操作 那对大资金来讲 比较适合 当然现在也发现一档 半导体设备关键材料的龙头大厂 现在这地方营收也在创了历史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订单掌握在手中之后呢 法人开始卡位布局 如果投资泡有波段需求规划 也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现在不管是小资组 想跟什么做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价分薪水 或是大资金有波段需求规划 都诚心邀请你加入 有我献榮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这地方现在加入 还有这地方 这个学习献榮老师 技术分析实战教学的一个机会 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国海 共创双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